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这世上并没有完全幸福的人生 莫言曾在一档节目中说过 人来到这世上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 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 会有许多失落 也会有许多羡慕 你羡慕我的自由 我羡慕你的约束 你羡慕我的车 我羡慕你的房 你羡慕我的工作 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时间 世间所有的生物都在互相羡慕着 总感觉别人比自己好得更好 可仔细想想 生活那有好与坏之分 每一种生活的背后都暗自标好了价码 你付出几分便会得到几分 真正把生活过成诗的人 对生活的付出是别人难以想象的经历 何必羡慕别人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又怎知你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羡慕别人是一种错觉 你不是我 又怎知我走过的路 心中的乐与苦 前几天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 视频讲的是一个骑单车的女孩 和一个开着豪车的男人 同时都在等红绿灯 骑自行车的女孩 看着豪车的女孩心里在想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买上这样的车 像她一样有钱 可以去想去的地方 该有多好 随后 视频镜头转到开豪车的男人 她同样看着骑自行车的女孩 心里想 我要是还像她这么年轻就好了 不用每天到处奔波 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当绿灯亮起的时候 两个人一同驶向了前方 漫画家吉米曾说过 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 生活中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 羡慕那些看起来云淡风轻 毫不费力就能收获的成功 羡慕别人拥有而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但其实没有谁的生活过得特别容易 除了自己 没有人知道这份羡慕背后 是一段怎样痛苦不堪的经历 这就是生活 你得到了 势必也要失去 热爱生活是一种能力 有这样一段经典台词形容生活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 但仍要欢歌高际 成长之路虽有玫瑰 有荆棘 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最近一个火到国外的网红 被央视点名的消息 在各大平台上疯狂传播 她就是把乡村生活过成诗的李子柒 但她今天的成就背后 却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熬过的苦 这个90年出生的姑娘 在她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继母带她并不好 早年间李子柒曾在微博里说过 她被继母逼着做重火 一旦做错什么事 就会被打 后来爷爷奶奶把她接回去抚养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 爷爷离世后 奶奶没法供她继续上学 那时她只有14岁 李子柒不得不在这个年纪外出谋生 她睡过公园椅子 连续啃过两个多月的馒头 甚至去酒吧当过低机 她不但需要养活自己 还要有足够的钱寄给留在家乡的奶奶 后来因为奶奶的一场大病 李子柒回到家乡 因缘际会之下 开始拍摄视频 一席红装纵马驰骑成 是侠气 雪与风霜 仪式独立 有仙气 劈柴劳作 日落而息 充满生活气 这就是李子柒的生活 她呈现给我们的是自然而美好的 是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李子柒为身居都市的人 营造了一方理想的世外桃源 追寻到了一丝 幽远的田园诗意 她把生活过成了诗 真实的生活 有血有肉 让你哈哈大笑的瞬间 也有让你止不住流泪的时刻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 很快乐 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好难 好像看不到希望 但我们必须接受 生活似过山车的这个事实 不必羡慕别人 也不埋怨自己 脚踏实地 默默努力 做好该做的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学会热爱你自己的生活 学会乐在其中 才是幸福的真谛 知足常乐是一种幸福 生活更多的是 三餐与四季的平凡甜蛋 心满意足 人不可能事事如意 心却可以知足常乐 哲学家苏格拉底 一开始和几个朋友 住在七八平米的房间 很拥挤 但他仍觉得很快乐 因为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可以随时交流聊天 后来朋友一个个搬了出去 只剩他一人 他也乐呵 因为还有很多书陪伴他 再后来 他搬进了七层高的大楼 住在最底层 环境潮湿而吵闹 他倒觉得搬东西和进进出出 很方便 一年后 他把房子让给了一位 身有残疾的老人 自己住上了最高的那一层 他觉得爬上爬下 可以锻炼身体 光照也好 一切都挺好 并不是因为命好 才一生顺遂 是因为懂得知足 才能常常感到心满意足 不与别人盲目攀比 自己就会悠然自得 不把目标定得太高 自己就会欢乐常在 不去刻意追求完美 自己就会远离痛苦 不会时时苛求自己 自己就会活得自在 不再世事吹毛求疵 自己就会忘却烦恼 终有一日 你会以你自己的方式 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幸福究竟是什么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泰格尔在一首诗 《错觉》中这样写道 何得此案 暗自叹息 我相信一切欢乐 都在对岸 何得彼岸一生长叹 哎 也许幸福尽在对岸 人生是一本厚重的书 书的作者是自己 封面是自己画的 业内是自己写的 最后一页是一个句号 哪怕不完整 也结束了 学会知足 学会感恩 珍惜拥有 你的人生照样活得 有滋有味 有意义 最后你会发现 幸福其实就是一碗白开水 你每天都在喝 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 有各种颜色 其实 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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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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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